抽到郵輪停靠高雄港 遊客紛紛下船 排隊等計程車 或是搭船公司安排的遊覽車離開 但大家的表情看起來似乎很傻眼 繞台灣而已 每次只能繞到高雄 然後就停說好基隆 然後再進高雄 基隆那邊有颱風 進不去 那我們 我們現在就是很可憐 有家族十多人早早排行程 本來要去沖繩那壩跟石原島跳島 現在全部都在船上度過 早信但是在船上的體驗程度就變多了 就是吃都吃 全部吃到表演都看光了 還不錯啦 其實是玩得滿開心的啦 所有的歌舞秀表演都看完 美食都吃遍 船上能去的娛樂場所也去了 但本來預計7月30號到8月3號 從基隆出發 去沖繩跟石原島 登船前一天被通知要變成海上巡遊 五天行程卻在8月2號停靠高雄港 變成四天漂流環島 好像聽說是原定的人數減半 已經退費50%了 然後現在又縮短一天 然後後續好像還有退費的動作 五日遊行程每人旅費2萬多 郵輪可搭載3780位遊客 颱風影響不登島可全額退費 若是選擇海上巡遊則是半價 有1850人選擇繼續玩 提前一天結束行程也會再退20%的旅費 本來的日本跳島因為颱風變成海上漂流 四天環島 半價的郵輪之旅划不划算 遊客反應兩極